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是二战整个战争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也是最大规模的海上战役 美日两国在太平洋战争中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理和财力 虽然最后以日本失败而告终 但是在战争初期 日军于各地战无不胜 占领了太平洋约四分之一的地狱和俘虏 大批欧美国家士兵 一时间在太平洋上横行无阻 然而日本在太平洋的盛世并没有持续很久 随着美国元气恢复 在中途早上一亿美军在只损失一艘航空母舰 阵亡307人的情况下 让日本损失了四艘大型航空母舰 一艘巡洋舰 332架飞机 还有几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3700名舰员 而这一仗也是美国辉煌胜果中的一例 但是如果说以伤亡差 来定战役的辉煌程度 那么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另一战役 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 此战不仅是美日之间最大伤亡差的战役 更是让日军前所未有的狼狈 这一战役就是布甘维尔岛战役 布甘维尔岛 西南太平洋上所罗门群岛中的最大岛 1898年沦为德国属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在早期的战争中就占领了布甘维尔岛 后来日军败退后 正点加强了该岛防御 而当时美军为了能够对拉包尔进行空袭 需要一个能够修建机场的岛屿 于是布甘维尔岛就成为了美军攻占的目标 布甘维尔战役的打响成为了必然事件 当时首岛日军共3.5万余人 而盟军参战兵力共3.4万余人 不久后美军开始空袭拉包尔布甘维尔岛等地 然而日军的海上增援却被美国一次次的挫败 并且逐步丧失了布甘维尔岛周边海域的控制权 自此布甘维尔成为了盟军围困下的一座孤岛 岛上的日本守军面临着孤立无援的情况 而美军则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在美军步步为营的战略下 缺乏物资的日军只得缩到岛内的丛林中进行顽抗 日军在丛林中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战斗 美国人把日本士兵打得和野人没有任何差别 只是拿着现代化的武器而已 而为了度日的日军士兵甚至当起了农夫 在丛林中大量种植粮食蔬菜 以图打十九战 后来日军又进行了多次的反扑 但是军以失败告终 最后都无奈的退回树林 最终日军的困手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 而本次战役盟军方面只付出了死亡1243人的代价 殲灭了日军两万多人 创造了美日对战中最大的双亡笛 也是美军让日本人彻底没脾气的一次胜利 而日军只战死了8500人 得病和饿死的士兵就多达9800多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